哎呦 了世纪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来看法兰克人对上立陶宛人 这场比赛是CUP的比赛 好 先来看一下11点钟方向 是红色的法兰克人 玩家是萨巴斯汀 那萨巴斯汀现在是 大家认为的世界第三强的玩家 那是为什么不这样判别 是因为他在军阀上 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相当不错 也可以同等于 现在是世界排行榜里面 算是我个人也觉得 他也至少有前十或是前五强的实力 那萨巴斯汀现在他的打法 比较算是防守反击流 尤其是他硬架 撑刀地龙时代反击一波 在军阀山里面也是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比赛成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兰克这个文明 那法兰克人他吃果子速度非常快 而且天生的落马有20%的血量加成 城堡造价非常便宜 而且192游侠就是这个文明 血量192滴的游侠 但是他的工兵路线稍微不太行 但城堡时代依旧可以打工兵 帝王时代战毛兵的话 没有三级射 没有三级工兵铠甲 用起来战毛兵还是有点堪用 那后期的法兰克人主要是打步兵跟骑兵 步骑作战为主轴的打法 火枪兵也是可以克制敌方的步兵单位 所以整体来说法兰克人算是个不差的文明 而且他有火炮跟工程工程师 但是法兰克人现在在天梯来说 尤其是越高分的场次里 法兰克人的胜率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右下角 这个蓝芳立陶宛人 是Livian 那Livian他是天才少女 我们还是叫他天才少女就好了 他现在是22岁了 2002年出生的 那他在更早期的时候 我记得他那时候才16、17岁 我就认识他了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世纪帝国 比较开始固定的那几位点尖高手 就在出现这个台面上 好 那立陶宛人他的特色 是世纪帝国里面 每盖一个城镇中心 会获得100肉的文明 那他的圣物呢 每放一个到修道域里面 可以让骑士跟游侠 还有这个列提斯 都可以增加一点的伤态 所以整体立陶宛人 是偏向于骑兵路线 后期他的战毛兵是全满的 枪兵的话虽然有点可惜 没有三级的步兵铠甲 但是他有塔顿的关系 所以他的远防 步兵还会再多两点 那战毛兵呢 远防可以高达10点 甚至连蒙古突气 都有点射不穿 这个立陶宛的战毛兵 整体来说呢 立陶宛人算是比较偏 这个骑兵的路线 步兵的话有点堪用 战毛兵的话还算可以用 而且也有火枪跟火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的地图 那边看到目前立陶宛这里 是黄金在左侧 上方有果子 右边有石头 那黄金的部分呢 右边有一块附金 正前方也有一块附金 总共是三块金 三块金 右边有石头 但是这个金的位置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好 黄金的部分也有点偏前面的位置 但如果他可以把这个前面围起来 可能问题就不大 但是果子呢要怎么围呢 只能这样子围啦 那右边的话就有一块区域 会非常辽阔 不然怎么说 这张地图他有小围 是比较困难的 除非他要舍弃 黄金的部分 那是不太可能 那我们看一下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 这边黄金也是在左边 但这个黄金就不错 果子在后方 整体前面也是可以围起来 那右边可能就稍微 比较围实 左边这个部分 稍微围一下 那现在的META来说 大部分的职业选手们 都还是打落马开局居座 除非有人打棒棒 才会先下射箭场 出个弓兵反自己下棒棒 直接转棒棒之后 对方转出大量毛病之后 才转骑士的流程 主要的现在生态打法都是这样子 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下马就 这边也是下马就 不管怎么说 下马就胜率就会比较高 那也不是说下马就一定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萨巴斯丁 小心两只肉麻过来 上去枪兵卡位 再两只村民即是反击 枪兵过来 肉麻神策 两边细节看一下 抓一下这边柴果的村民 这里还要再补一只枪兵 会比较好 好 两边枪兵互戳 这里 萨巴斯丁 并没有继续补出枪兵 这样就很危险了 要是立陶兰人 这边枪兵再继续走过来 第二只枪兵来的话 前线这里就能打 啊啊 有他有补 补到了三只 我想说这里不补就真的很危险 OK 那这边法兰克补到了三只枪兵 第四只枪兵也在了 那立陶兰人这边枪兵补到两只之后 第二只枪兵并没有往外派 这边果然是要选择一个大围 围到底啊 这边小围怎么围 都不是很 很赚啊 所以这边要稍微往围 防守一下 对方如果肉麻不来 自己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那法兰克这边果子区可能只能小围了 就不能继续大围 右边这个地方实在太辽阔了 除非这边围到底 然后这边再围到底 这个路线有点远 好前期两边是一个小打小闹 这一套这边是补了四只枪兵 那法兰克这边也是四只枪兵 那现在流程都是弱麻枪兵 都是要一起按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转射箭场 就是决定你要不要去做一个强攻 通常不交流的那一方 通常对手会转出射箭场 然后转空兵 或是毛兵进行骚扰反击 好这里被抓到了一村 萨巴斯丁 这里手共拿下了一村 好枪兵这边往前进攻 这一套完被抓到了一村 现在枪兵数量不够 不赢 直接补了一个采矿地 在你的肉麻面前开采矿地 好连这边农田补的有够多 十片田了 好这边是补到十三片田 好枪兵一直互戳 萨巴斯丁现在是弱麻血量比较少一点 好 106滴对上111滴 但是也说少也少 欸这个会偷完蛋 萨巴斯丁差一点出事啊 又被戳到了一下 剩88滴 好立陶湾这边有血量上的优势 但这边想用高打滴反击 这边枪兵的血量也不是很好 残血的枪兵拉回家 好这里想要直接上高地高打滴 效果卓越 好成功戳掉了大量的枪兵 就萨巴斯丁是幻输了立陶湾 少年的手术 但是萨巴斯丁有这个益川的优势 经济又有这个免费的农田科技 还有这个柴果子的速度 所以资源上现在就会开始领先对手 立陶湾 好那立陶湾这边先点下了城堡3 萨巴斯丁是铁补下了 两边都是要来打城堡3 前前部分两边都没有转工兵 最主要是因为两边都有出肉马 在这种情况下转太多的工兵出来 很容易被肉马给押住 好那目前的情况下是萨巴斯丁 城堡3点下了一弓 立陶湾也是点下了一弓跟品种 这里可以继续补肉马 他会直接转职清起兵 这里直接一个维持 观本兽 好 萨巴斯丁的肉马 直接被立陶宛 天才少年 欢起来打 今天在我的DC群里面 有观众在讨论 萨巴斯丁是什么样的一位选手 那我们根据频道内的影片结果 跟他的赛果 看起来 他是比较害怕手术型的玩家 好这边肉马要互打一下 但是这边肉马虽然比较少 可能被换光 后面枪们赶上 抽到了一枪 拉走 看起来问题不大 他遇到的选手 都是比较害怕手术型的玩家 天才少年 刚好就是比较年轻 手术特别快的那种 所以他这边肉马直接被围死 那就是 我觉得萨巴斯丁比较害怕手术型的选手 像是Viper 或是Hero 这种忌讳防守反击 又有手术型的玩家 非常可怕 天才少年现在的问题 可能是他的防守反击 并不是像Hero 跟Viper 他们做的那么的好 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他可能有时候处理的不太恰当 或是有时候太冲动 把自己的阻力送光 然后被逆转 但是以他手术型的打法来说 是刚好可以克制到萨巴斯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陶牙人 这边点一下的青旗兵 青旗兵之后 点出了生旅 染血的青旗兵往外派 那旅把这些枪兵啊 跟肉马血量补起来 再会可以去捡生物 那只要每一解一个生物 自己的骑士 伤害就可以提升很多 那萨巴斯丁这边是3TC 果然是来一个防守反击流 那法兰克呢 有免费的二农优势喔 所以现在撒农条 待会也就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优势 那对手这时候要点一下二级农条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要稳定3DC的肉量 还要维持肉马上的数量 好 好 这边三只枪兵躲在这里 肉马过来 先起兵上去砍一刀收掉了一只生旅 好 尴尬了 现在先起兵数量有够多 直接上前爆砍砍掉了 好 结果三只枪兵 死去 还有一只生旅 第一只肉马死被换掉一只 相当的赚了 好 又抓到了一只 塞巴斯丁这边枪兵死的有点多 但是抓到了对手抢生物的时机 少年直接一个多线 成功拿下 好 塞巴斯丁想要捡生物 但是没有成功 那以现在法安克人要打赢对手的 捡生物肉马流 可能要转出重装长枪兵喔 去戳烂他们喔 或是自己也转轻骑兵喔 去抓对手的生旅就好了 就是重装长枪兵 配上生旅的打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呢 是他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源 去转出来 原来3TC开轮的关系 经济虽然好 但是生旅跟枪兵路线 会按的比较困难 甚至把这个资源 投资在轮轴上面 所以前期要抢贏对手的 胜物是有点困难 也可以说是塞巴斯丁已经放弃了 这把比赛的胜物抢夺权 有可能他送掉在四只枪兵之后 也没有打算转重装长枪兵 现在生旅稍微避退对手 立陶宛的新旗兵给到极大的压力 虽然立陶宛这边TC开的比较慢 但是村民数还是稳定起来了 六十村打六十村左右 两边村民差距不大 法兰克兰果然补下重装长枪兵 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早一点点的话 会更有主动权 这个时间点对手都把生物减得差不多了 所以就是有点尴尬 而且对手又是立陶宛 好 法兰克人这边是决定补下的骑士 法兰克人在城堡时代点青旗兵还有个问题 就是血量上 并不会比对方的青旗兵的血量还要多 算是法兰克的一个小小nerf 右边色的生物也捡回来 最后一颗生物在北方 这个生物就比较难捡了 好 左边这条路线 背好 青旗兵又抓到了一村 现在萨巴斯丁打得非常的防守反击 没有打算要主动出击 上兵囤了三只 四只继续按下去 这里要再补蟹均匀吗 好 骑士出来 但立陶宛人也转枪兵了 那立陶宛人的枪兵是更麻烦的 因为他有移动速度有优势 所以他要追对方的枪兵 或是逃离敌方的枪兵 都有一定的效果在 可以说是立陶宛是垃圾兵的主动权大王 所以封建 其实立陶宛打枪矛前压也是挺有压力的 移动速度太快还追不到 好 中间补下了一根城堡 这根城堡盖完 立陶宛准备要来提升帝王时代 诶 但这边先提升了二攻 要先取消吗 护回技术二攻取消就可以点帝王 好 这里买卖一波不取消 要把斯丁看到城堡放在家里 看这根堡我觉得放在家里非常不错 对不对 待会这就意味着列提斯要稳定量产 第一根城堡越盖越外面 就有可能对方也盖宝 对头巨头 那你的列提斯的产能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稳定 那如果对手要来前插宝的话 他的兵力肯定会在非常前面 那如果这时候自己 产了一大堆的列提斯在家里 就有机会可以反击回去了 好 肉侧的部分 有大量枪兵跟骑士 直接手撕房屋 反而客人点下了一级挖金 重装长枪兵的数量稳定到了十只 装均匀产枪兵 第一塔玩这边是点下了二级马凯 利用斯带还有一分半左右 好 右车拉了一些僧侣 过来做个协防 僧侣一个招响 招响后防清奇兵 但是又回头召向前方的列提斯 前方长枪兵召向到了两只 肉马上前想要收掉僧侣 第一刀没有砍到直接拉走 后方的重装长枪兵开始往前追 好 直接往前追 还是抓掉利之星奇兵 但是正前方的枪兵数量实在太多 立陶宛这边使用枪兵成功的扛住 反而客人第一波的伤害 说阿斯丁这一波 此战过后可能有点尴尬了 因为现在对手拥有 三圣物 列提斯的伤害非常高 而且后方的僧侣 暂时他解决不掉 因为没有转轻奇兵 没有这个机动性的优势 所以根本拿不到 好 那反而客人这里补一下帝王时代 立陶宛人 这里还有5秒钟 就可以升到帝王了 好 这一波列提斯有点 不是奇事 直接撞掉 众侣 好 右边又补了一个城堡 这两根堡 他就要宣誓了 我就是要 爆列提斯按到底了 好 金瑞列提斯也补下了 这一波会很凶狠喔 好 枪兵配众侣 好 现在已经走得出来 列提斯金瑞点完之后 很可怕 伤害会变成16弓 16加5 哦 第四个生物也放进去了 这边就变成16加6 22点的伤害啊 太可怕了 能力全满的列提斯 法轮克要打赢的话 一定要升帝王 马上先铲出重装长枪兵 跟出大量的奇兵喔 奇兵要先升了 这边再继续铲 游侠出来喔 可能也是 会耗费太多资源 也打不太赢 可能枪兵配 重装骑士 或是配一些僧侣喔 反击效果可能会更好 或是枪兵配僧侣 是他现在比较需要的事情 那马上呢 可能就出去铲肉嘛 先把后方的生铁给抓掉 可能更为重要一点 好 这波 抓到了生铁发带时候 这波斯丁这波抓得非常漂亮 但是千台少年手术往回拉 稍微挡出无下歧视的冲锋 枪兵直接戳 戳掉非常速的数量 但生铁最后只剩下一只 好 这边突破成本之后 家里的枪兵数量有够多的关系 现在立陶宛不太敢证命开打 好 生铁放出来开始着想 好 列提斯能够着想掉一只 好 正面戳掉这只起兵 好 起兵身上去 化学也点下 现在立陶宛 列提斯到处乱顶 两下戳死一只村民啊 伤害太高了 22点的伤害 又一村 拿下 哇 两枪一只村民 这就是立陶宛最可怕的地方 太狠了 太狠了 一直戳 一直戳 但是现在家里一片混乱 列提斯直接捅爆了大量村民 兩枪一村 村民数只剩87村 不能再多 完蛋了 重装长枪兵 升级到了几兵 但是三级 弓箭铠甲 估兵铠甲 还没有提升起来 现在已经一村乱了 森率也不是很稳定 法兰克人直接被秒杀 萨巴斯丁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立陶宛拿下比赛胜利 哇 真的是瞬间秒杀 真的是前期放弃跟立陶宛 撿生物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虧了 那萨巴斯丁呢 那虽然他的意识也是很好 赶快马上补下了大量的军营 但是已经有点为死一晚 也算是抱着资源 隐恨死去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呢 是由法兰克人 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果然立陶宛 资源最后还是输给法兰克 但是法兰克人 却输掉了比赛 这主要原因 还是这四个胜物 实在是太关键了 雷提斯生完精锐之后 伤害只有20点 就可以两枪 同时一只村民 只要让对方杀到自己的农田的时候 基本上是 没地方可跑了 两枪一只 真的是拆太快了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感谢今天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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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